名稱管理員裡面呢 你可以檢視你現在的名 到底你這個名稱 它對應到的範圍在哪裡 所以有的時候你可以這樣檢查 黑名單它是名稱 按F3會跳出來 那它對應到的是在哪裡 這個工作表裡面的A2 一直到A的最下面一列 就是指的是A2到下面 不包含上面的名稱 這個是結果啦 那個是怎麼建立的 因為剛剛好像發現同學對這不說 我先把它再刪除 刪掉一下 然後重新再做過一遍 做的方法 如果用比較 最早的方法的話 篩選先 如果說最早的方法是 我先把這個黑名單這三個字 Ctrl C好了 然後 郵票放這邊 整個選舉 整個選舉怎麼比較快 但你不要這樣一直選 因為你這樣拉拉拉 拉拉很久 而且還兩萬多筆 所以最快的方法是 Ctrl Shift 向下 Ctrl是方向 Shift是 那個選舉 所以 Ctrl Shift 向下 這樣子整個選 而且比較精確 不會做錯 OK 這招一定要學起來 然後呢 在上面呢 輸入什麼黑名單 Enter 這就是方法一 方法二的話呢 如果你不要在這邊輸入 你可以從公式裡面的第一名稱 從這邊怎麼樣 輸入 確定也可以 兩種方法啦 因為太多種方法 可是 反而同學會搞混 然後呢 第三種就是我剛剛做的 我郵票不是從A2開始 我是從A1開始 Ctrl Shift 向下 因為我也包含 我也選了 這個最上面的名稱 所以從選舉範圍建立 這個所謂的頂端列 使得就是說呢 你的名稱 是來自於頂端列 那他會自動幫你把這個名稱 建一個名稱到名稱管理員 對應到的就是下面的範圍 OK 那這個將來也會用到 這個頂端列 不是只有一欄 如果你有很多欄 他會同時幫你建立 OK 那這邊按確定 那你再檢查一下 名稱到底對不對 這個我想 可能要特別注意 未來還是會不斷用到 那個名稱建立方式 我們前面也有講過 只是帶到帶到 好 這個是第一個 再來 其他的話 你將來再做 公式就用F3 就可以帶出來了 另外的話 這個黑名單篩選 做完之後 後面當然我們 因為今天我比較晚來 所以可能時間上 我再把這一題 重點再帶一下 好 這樣 你們也不吃虧啦 沒有啦 還是時間 那個 不過可能會耽誤 各位一點點時間 好 那這個樂透彩 怎麼統計 我們需要什麼東西 即101年的機率 一號 出現幾次 102年 一號出現機率 合計排名 那你可能看到這 你會覺得 統計耶 OK 而且他算怎麼呢 出現的機率啊 那這個樂透彩的資料 其實就來自於網路上面 所以你在網路上打 什麼樂透彩 大樂透 都有歷年來開獎的紀錄 所以呢 這個前面的兩個 101年 跟102年 其實資料來自於網路 而且是精確的哦 所以如果你將來 你有在買那個樂透彩啊 或者大樂透啊 你真的要 也可以算一下 機率哦 所以 因為 因為這樣的關係啊 網路上其實也很多人看我的影片 之後 還問我怎麼算名牌哦 而且他講到單獨學 就是學這個怎麼去計算哦 因為實在太簡單了 他叫讀博學嗎 讀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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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真的 之前還有一個人哦 下課的時候還跑 等我下課耶 然後呢 問我 那個他那個 那個 這個app 還是什麼東西 他說 有沒有辦法破解 可不可以教他破解 破解 我說 我不是教這個東西的哦 你看 即便我會 我也不能教你啦 哦 因為這不是 很多東西 什麼事 能做 什麼事 不能做哦 哎 對 而且甚至哦 怎麼分析啊 所以第一個一樣 比如說我今天開獎號碼 啊 特別是用 第一欄到追欄是我們要的 其他是不要的 哦 所以那你可以把其他當然看不到哦 主要是 一騎的話是 啊 他開獎是六個號碼 加一個特別號 所以這個都是我們開出來號碼 那裡面有沒有一號幾個 那範圍在哪裡呢 基本上就是 你往下找 基本上一直到一百列的話 總共有九十九期 一百零一年開九十九期 一百零二年的開啟期呢 其實就是開出 一百零四期 所以呢 我們可以怎麼做哦 第一個一樣定義名稱 把這邊 一直到我們的開獎號碼 有沒有 六個號碼加特別號 這些都是我們要統計的號碼 所以我就按一個 選起來之後 這邊給他一個名稱 也許叫開獎 比如說 開獎 一百零一 一零一 然後 再複製一下 Enter一下 那為什麼要複製呢 因為這邊 一樣 所以要用到 這邊 再到這邊 這個叫開獎一零二 這個範圍 然後叫開獎一零二 那名稱我想你可以 這個我自己定的啦 只要不要數字開頭 我本來是打 101 Enter 不行 他一定要 名稱一定要是 中文或英文開頭 不能是數字開頭 好 那我有範圍之後 我來統計 怎麼統計呢 第一個 我想知道 一號出現在 101幾次 那我可以用什麼 Conif對不對 Conif range的話 F3 101裡面 那quiteria就是 條件 哪個條件 1嘛 1在這裡 OK 然後呢 按確定 它出現17次 可是17次 那我不是要 我不是要次數啊 我是要機率 機率的話 就是說呢 它出現的次數 除以什麼 它總全部的號碼 全部的號碼 有幾個 有沒有 全部的號碼 指的就是101裡面 從第一期 有沒有 這邊要有七個嘛 啊 99啊 所以其實應該是 7乘上99嘛 對不對 7乘上 因為99有7嘛 所以693 那當然你 你這邊後面 你不 你可以 除以 693 不過這樣子 當然結果也是會是對的啦 只是說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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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693 這樣感覺好像 有點 如果 最好是 你可以用算的 那我們可以 用之前講過 叫 Count A 或 Count Count是算數字嘛 Count A是算有資料 那其實這兩個都可以 我們用Count好了 Count什麼呢 F3 去算開講101 裡面總共有幾個 693 一樣嘛 對不對 OK 那反正答案 應該可以了解 主要是不是這個邏輯清楚 就可以 按確定 那機率就算出來了 102年呢 其實就這個嘛 Count C 取消一下 Count V 把它改成102 102 打勾 算出來了 102年 有沒有 那你要103年呢 網路上去抓 104 100 網路上都有哦 真的是都有 這些資料不是假的 是網路上來的 所以如果你要去統計 各期開講紀錄 然後你剛開出來 合計等於什麼 兩個項架好了 OK 這兩年呢 誰開出 那排名的話呢 其實也是一樣嘛 插入函數裡面 那我們可以用統計裡面的那個 Rank 排序 有一個排名函數 叫Rank EQ OK Rank 這個 Rank EQ 它是排序的函數 排名的哦 OK 按確定 Rank.EQ 然後呢 我們就是什麼 把它的 結果 它的機率 兩年的機率 在 Ref是哪個範圍之內 所以這個合計的範圍 那我們就Ctrl Shift向下 先點第一個 把它整個選起來 這個範圍記得要鎖起來 F4 其實按兩下 主要鎖列 這個範圍向下填滿 不要跑掉就可以 它會再 把什麼呢 把你的這個 這個 資料 在這個範圍裡面 排第幾個告訴你 那這個底下這個範圍不能動 反正 底下再抓下一個 排名第幾個就算出來 所以 按確定之後 那你可以向下填滿 你會發現呢 那 如果說你下課 講要去簽的話 你可以 這邊有1 到7 7個號碼 你就跟老闆說 那你要 簽幾個號碼的話 那你什麼 你最後可以用那個 設定格式化條件嘛 然後你就可以把那個 設定格式化條件裡面 新增的規則 如果他裡面的儲存格的值 小於等於 7的話 那 給我一個格式吧 什麼格式呢 字變成紅的 然後底下變黃的好了 這樣子格式 比較顯眼 好 那你會發現 就出來了 那你可以看一下前面 大概這幾個啦 OK 記起來 等一下 下課的時候 但是這個還是不夠方便 所以後面 因為我在VBA的程式裡面 有就是說 有沒有辦法寫一個VBA程式 按一個按鈕 自動幫你列出前 前7名 在這裡 比較貼心的做法 不然的話呢 他還要看這邊 然後還要去記這個號碼 那有沒有什麼方法 按一下 自動7個號碼全部產生 在雲端上就有啦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雲端上面有那個 最後的那個答案的部分 我想這邊可以 自己再參考一下 我是放在 這個樂透彩 因為時間關係 可能我大概把一些 比較重要的講 有些可能沒講到的 也許你們再參考一下 雲端白板吧 排名次加總 這些都有 設定格式化條件 甚至呢 排名 前7名這邊 也可以啊 也可以啊 對啊 也可以 可是問你 筛選完 那 假設你 也可以啦 篩選完 按個按鈕 我們是 前提是不要動 任何動作 按下他 自動就 幫你把前7名的列出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主要是方法啦 我是意思就是說 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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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啦 反正就有很多種方式 所以 所以盡可能就沒有這個沒有標準答案啦 就是告訴你說哪一種方法效率最高 你可以去試啦 也許我提供的是我試過發現 各有它的優缺點 各有它的優缺點 但是哪一個方法是效率又可以提高 那做的事情又可以是最少 那個方法是最好的方法 所以很多事情都沒有標準答案啦 你不要一直覺得一定有個標準答案在那裡 沒有喔 所以就要打破一個迷思啦 所以現在學校的教學喔 我覺得盡可能像我跟小孩子 他們問我問題的時候 我盡可能我跟他講說答案就是你自己想出來 答案是最好的 所以我要讓他們自己去找答案啦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喔 就像我這上面的東西 全部都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我不敢保證一定是最好的 但是至少我敢保證 這是我寫的 而且這是我工作上都會這樣用的方法 但我不敢保證是最好的啦 OK 所以意思也就是說 我這個是參考答案 不是標準答案 OK 那如果你覺得有更好的方法 或者有更快有效率的方式 當然你也可以提供給我啦 OK 所以這也是創向的喔 不是說我今天一言堂喔 我自己說 我VBA應該是長怎麼樣就是怎麼樣 不是啦 VBA你也可以啊 你也可以有自己的一個風格啊 所以我寫出來程式就是有我的style 絕對跟別人不一樣 所以你看書上寫的程式跟我寫的是完全不太一樣的風格 OK 所以當然你自己也可以寫出你的風格 如果哪一天說喔 你有哪一派的VBA寫法喔 那當然你就 可以可以自在的寫啦 OK 這部分我想各位試試看喔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想差不多齁 今天喔 超過蠻多的 那其實這種喔 寫程式啦 動腦筋 其實是非常花時間的 而且非常花腦力的 那當然如果你要真的學會喔 真的是要花 動手 動腦 都要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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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